我重新给你们把这个 把这个案例给你们录下来 重新给你们做一下 把这个多边请选择 把这个多边行工具 然后呢 把这个边给为6 打开我们的设置 把这个平角和心角都选择 选择上 然后呢 从中心点开始往上 按着shaft的往上拖拽 拖拽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的描边给它关掉 把它的颜色给它填充上 填充的稍微暗一点 这个太暗 我们就用这个手动的给它往下降一下 降到16左右 给它填充上 填充上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中间的这个 用矩形工具画一个 四个像素的 小斜盖 Ctrl-0 Ctrl-0 平行往下移动一下 给它放大一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表的这个 这个指针是不是就画完了 然后把我们的参考线继续调出来 用我们的小黑人选择 用小黑人叫路径选择工具 小黑人我们管它 因为它是黑箭头 选择它 然后呢 Ctrl-Alt-T 然后旋转 在我们的属性栏上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旋转角度 给它渐入六个角度 把它的中心调出来 渐入六个角度 六个角度有点大 我们给它渐入三百六 除以三个三个角度 有点小了 实现四个角度 感觉还可以五个角度 五个角度应该可以 感觉稍微好点 然后回车 Ctrl-Alt-Shift-T 一次把它旋转完成 我们是不是旋转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继续小黑人 把我们下边的这一块删掉 见过删的时候 你们就从下边往上滑 因为当你这样去滑的时候呢 你所涉及到的 它们必然是 在这个平行线的下方 必然是双方选择 是对称的 对不对 选择 给它们删掉 回车 那我们这上面 这个半圆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那么还要选择这个绿的 因为我们这个绿的 我们要加图层样式 所以说这个绿的 我们要单独 单独做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 继续用小黑人选择 选择我们的形状 把我们这块 我们好 我们继续往这边 比它多做两个 我们试一下 多做两个 把它选出来 按Ctrl-Shift-加-Go 给它勾出来 那这时候你们就会发现 我这个做的 已经是两个图层了 对不对 这叫剪切复制 剪切复制出来 那现在这个图层 好像比它的 画的稍微大 没关系 我们Ctrl-T 两个图层 全部选择Ctrl-T 给它缩放一下 缩放到我们想要的 合适的位置 回车 那这样我们中间 是不是有距离了 把我们这下面这个 把我们这边这个图层 给它填成为一个绿色 绿色 我们给它渐入 120度 120度 下入一个纯绿色 120度 然后下面的饱和度 我们给它100 然后下面亮度 我们也给它100 那这时候它已经亮 已经亮起来了 那我们再做 下面的这个 那同样 下面的呢 我们要继续 给它画一个圆形 有的说老师 那个圆形 我可能画不到 它中间去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画完 那个圆形之后 谁也不能确定 它是不是在中间 它是不是在中间 那最最简单的方法 是你按着Ctrl 选择你这个底层的 这个图形 把它变成一个 选区模式 然后再把你的 这个图形 水平居中 垂直居中 它是不是就已经 居中了 那这个时候 居中之后 你会发现 上面它确实是居中 但是下边 会稍微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 我们的圈的问题 是我们上面 这个图形的问题 我们把选择 下面的这两个图形 给它简单 往下移动一下 从视觉上 让它感觉 这是在中心位置 把它的颜色 给为一个浅灰色 然后呢 我们用小黑人 选择它 用小黑人 Ctrl-Go Ctrl-T 给它收 收一点尾 收进去 把它们两个 进行一个 合并通知 合并通知之后 我们就已经 把这两个形状 你们会看到 两个点 在一个圈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内圈 内环 的布尔运算模式 改为减去顶层形状 那这样的 这个圈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下 还有点细 我们可以 再继续往里面 收一下 收的稍微粗一点 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 矩形工具 继续给它 好 剪辑一下 剪辑的时候 我们要剪辑出 这种斜线的感觉 我们就必须找到 那种终点在哪 知道吧 然后继续把它Ctrl-T 把它的中心位置 按着Alt 拖拽到我们的 中心点上来 给它旋转一下 那它这个切线 是不是就按照我们 这个有角度的 去旋转了 对的 我们这个 它包括它这个 小的细节 这个位置 都是直冲我们的 原心的 就不会出现 出现什么情况 我一会儿给你们 看一下啊 有很多同学 坐这个位置的时候 不明白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这么剪一下 不也行吗 我这么剪一下 不也剪掉了吗 你是真的剪掉了吗 那我们给你们 回头看一下 你看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好看的 还是这边这个好看的 是不是上面这个 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说这种 设计的细节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 把它删掉 把这个小黑人 继续给它复制过来 小黑人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Ctrl T 把中心点 给它调到它的中心位置上 旋转 好回车 那还剩下的这些 我们就随便画一个矩形框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随便画一个矩形框 就可以给它剪掉 那我们这样 那我们这样这个图形 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同理可以画出上面这个了 上面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是把下面这两个圈 Ctrl 勾一下 用小黑人想的他们 Ctrl 勾 这时候Ctrl 勾呢 是复制出来 不是剪切复制 而那个Ctrl Shift 勾呢 是剪切复制 复制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把外圈 缩小 把内圈 放大 把内圈放大 把它的颜色 再继续变浅一些 那它是不是就有了 那我们在剪辑它的时候 我们在剪辑它的线条的时候 同样的原理 我们从中心线 开始给它画上去 Ctrl T 把中心线 中心点掉到中心来 闪转一下 合并起来 把它的布尔运算 改为减去顶层形状 Ctrl 勾 不用Ctrl 勾 用小黑人把它复制出来 Ctrl T 给它一个水平翻转 把它移动过来 把它也放到这个切线上 那我们现在需要的这个线条 是不是切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线条 还需要再扩大一些 我们可以点上这个中心点 继续给它扩大一些 再给它扩大一点 Ctrl 勾 Ctrl T 然后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再需要做里边这个 我们Ctrl 勾 Ctrl T 出来之后 我们给它缩小一下 缩小一下 是不是就有我们里边这个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这个边的大小 大概是在它的中线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放下来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给它 把它的颜色变化一下 稍微变得稍微重一点 别那么重 好 Ctrl T 大概放到它中线位置 再把它复制一个 放到顶层 把它们两个Ctrl E合并起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同时用小黑人 选择它这两个图形 给它一个与形状区域相交 那我们这个图形就出来了 对不对 把这个把这个颜色 稍微给它变重一下 你们就能看到 我们这个图形已经出来了 在这时候呢 我们打行打行文字 K U R E N T 把我们的颜色 选择这个颜色 给它一个颜色 Ctrl T 放大一些 居中 它是36.9来 36.8是吧 我们给它打个42.1 42.8 把它们的颜色 给为白色 因为我比它多画了两个 所以我的数值 要比它大一点 然后下边还有这个圈 画一个圆圈 把它的描边关掉 把它的颜色打开 先给它掀出个绿色 用小黑人选择它 复制出来 缩小一下 把它的混合模式 改为减去顶层形状 水平居中对齐 垂直居中对齐 Ctrl T Ctrl D 调整到合适的宽度 用这个举行工具 按着Shift 加上 那这个设备完成了 Ctrl T 用小黑人全部选择它们 Ctrl T 旋转 这个角度可以 我们把它放到直中的位置 Ctrl T 下面这个好像不太集中是吧 我们可以先去顶层形状 有个是不集中的 我们看到是哪个不集中哈 小的这个A 把它们两个 用V 小的小黑人 把它们两个 水平居中一下 嗯 它是不集中的 再继续打上我们的第二文字 W 我把它们两个 去顶层形状 把它也去顶层形状 往下走一下 它可能需要稍微大一点 再继续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起行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颜色感觉会稍微亮一点调整完了 然后这个字体我们也再继续调整一下 把这个字体也调整得稍微粗犷一点 粗犷一点会好一点 我们可以找一些那种黑体 科技感稍微强一点的字体 你比如说这上面的我看一下 这样带衬体的字体是不太好看的 我们找一些那种不带衬体的字体 就比较直接比较大方 一下就能让我们搞定的字体 这字体的选择也是一枚艺术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经常牵扯到 我们在这个字体当中的一些应用 我们直接用这个Adobe黑体试一试 Adobe黑体呢 好我们用这个字体试一下吧 先暂时用这个字体代替 Ctrl T给它加粗 再给它加粗一下 把它的这个基本基础模式也改为加粗模式 那这样它是不是又一个很粗的一个字体了 很粗的字体之后 颜色字体包括这个位置 我们都调整好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给它往上加 加这个样式 比如说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加一个外发光 这个外发光呢 我们也用这个绿色 把它调整为正常模式 哦 sorry 我点了个内发光 应该叫外发光对不对 改为正常模式 把它呢给为这个绿色 然后我们给它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一丁点就可以 让它稍微有那么点距离感就可以了 这样这种朦胧的光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然后点击确定 透明度呢 你们可以再调一下 你调到这样是不是太朦胧了 我们调到这样是不是就看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要调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三十 好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上去 复制到我们这一层上去 这一层在哪里 在这里 直接按照Alt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再复制到这一层上来 复制上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内影怎么做的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点击取消掉 加上一个内阴影 内阴影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内阴影啊 给它做一个黑色的 稍微距离大一点 这个太大 太大 现在我这个是太大 我们这是不是能看出来了 你们会看到我们这圆图上的 我们先看一下圆图 圆图上我们是下面有投影 上面上面的投影非常小 它是怎么 它是因为它们的 把它的投影给它取消掉 怎么出了个投影呢 -90度 我们使用-90度 然后距离呢 我们稍微给它拉的远一点 27 我们这个距离啊 要稍微给它拉的远一点 这个不同名度啊 想给它调成100 给它改成-90 那我们是不是下来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要先调成100呢 这样便于我们对这个图形图像的一个观察 看到没有啊 然后稍微上面来一丁点 上面我们把距离缩小一点 上面就有了 然后呢 这样我们再把它的不透明度给调节下来 那我们这个空间是不是就进去了 我们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小白色的这个边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描边 把这个描边啊 给它稍微放到稍微大一点 两个像素 你比如说 描边里边我们的样式 填充样式是不是可以用渐变呀 对不对 我们使用渐变 把这个渐变反向过来 那反向过来之后 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是亮的 而上面是一个重颜色 我们把上面这个重颜色 调整为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颜色 它就会慢慢逐渐消失掉了 如果说你们这上面还想留一点 你们就把上面的颜色稍微留的大一点 然后给它往下移动一下 然后把我们下面这个颜色也给它调的稍微 更灰一点 诶 可以了 看到没有啊 是不是可以了 调整为一个像素也可以 一个像素感觉这个边会更精致一些 然后呢 适当的加一个小小的投影 这个小投影呢 我们先把这个距离和这个放大 你们就能看到它在哪了 这边是个-90度的 对不对 -90度在上面 我们给它调成90度 把这个距离给它拉回来 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投影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 给它蒙开 蒙蓉打开 给它调成黑色 调成黑色的时候 把这个透明度啊 给它降低 让它淡淡的能看到一个小投影在外边 那这种感觉呢 它就能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有空间感 这就上面很多涉及的细节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丁点 不是距离 是这个大小放大一丁点 把这个不透明度 再稍微给它降低一丁点 那这样你们是不是就能看到 它淡淡的已经浮起来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最后把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投影 当我加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们就会突然发现 哎 它把我之前调的那些东西都给挡上了 都给挡上了 对不对 这个内投影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因为它使用了全聚光 是不是它一下它就挡进去了 那我们把它的混合模式改变一下 就可以改成正片叠体 给它叠上 正片叠体好像叠不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